那么首先下半场第一位讲者是我们的吕魏国教授 吕魏国教授是我们主任医师 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妇产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他今天天给我们带来的演讲主题是 子宫内膜癌前少年发结果解的临床应用 欢迎吕教授 好 尊敬的大会主席 尊敬的线下线上的各位同道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我们陈忠敬教授的邀请 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前少淋巴结绘图技术 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诊疗现状 主要分四个方面 第一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子宫内膜癌是理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是严重威胁女性的生命健康 在2015年我国 一科研肿瘤医院癌症中心的大数据报道 子宫内膜癌的发病例在2015年新发的病例超过了6万 死亡的病例超过了2万 而且呢 他的发病例正在逐年的增长 那么2020年美国一估 他美国整个国家 子宫内膜癌新发的病例也达到了6万5千多 死亡病例达到了1万2千多 所以呢 子宫内膜癌不仅在西方 还是我国 还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主要畏性肿瘤之一 那么在高熟路国家的发病例 相对低熟路国家来说更高 在整个世界范围里 他的死亡率也在逐年的上升 手术是子宫内膜癌的首显治疗防射 淋巴基展医是影响子宫内膜患者 生成的重要的独立医护因素 也是我们临床医生选择时候辅助治疗技术的主要指针 那么怎么样来评价一个患者是否有淋巴展医呢 影像等等 但是呢 1988年以后 我们手术分期成为了评价子宫内膜癌患者是否淋巴展医的主要手段 那么淋巴切除淋巴活检等等 怎么样来评我们切除的范围是多少 是起样呢 是活检呢 是切除呢 切除的范围 从盆腔副主 副主的高度到多少等等等等 现在呢 现在呢还是有不同的医生他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做了淋巴展切除以后 他的手术冰伐症跟不做的怎么样 他的意后是否真正的提高了呢 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临床问题 欧洲两项潜在性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表明 对早期的子宫内膜癌患者 吸引膨胀淋巴切切除 并没有深层的获益 反而增加了手术以后的并发症的发生力 所以欧洲肿瘤学会建议在早期的子宫内膜癌 分为低微中微和高微 对低微和中微的患者不建议行淋巴清少 仅仅对于高微的患者 那么所谓的高微主要是分化 是低分化的 仅仅的深度超过了二分之一 特殊的组织学类型等等 对于高微的应该建议系统性的淋巴解切除 当然我们也有研究表明 15%到20%的临床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 在手术分期以后 他的分期要伸减 也就是发泄了淋巴展 所以建议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 行系统性的淋巴解切除 并进行前面的分期 有助于临床合理的选择辅助质量 所以相比一对每个患者都进行淋巴切除 或者通过时钟的冰冻取片 来选择对高微患者进行淋巴解切除 或者直接不行淋巴解切除 那么我们始终前哨的淋巴汇图技术 也许能为成为一个质中的合理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呢 前哨淋巴解在子宫内膜癌里面 我们它是一个质中的选择的一个方案 有关前哨淋巴解绘图的技术 主要目前 集中在三个方面 有关它的定义 有它的目的 我想在其他肿瘤里面都有 我在这部主要讲了 那目前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用什么四中计 第二个打在什么部位 是在宫廷呢 宫廷呢 还是子宫内幕的病毒周围 还有一个呢 前哨淋巴病理超分歧的 临床应用的临床价值 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四中计 那么这个呢 跟宫廷呢 跟其他非复刻性肿瘤一样 目前用于子宫内脉 前哨淋巴 这个常见的四中计 主要包括生物物性 活性的染料 放射性核素的标记染料 纳米碳和引毒精氯等等 ICG 那么后面一个呢 是目前用的相对比较 都建了一个四中计 那么纳米碳 主要是根据它的颗类的大小 我们都知道 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的间隙 是30到50个纳米 而这个纳米碳的直径呢 大概是150个纳米 所以它不能够通过毛细血管 而淋巴毛细淋巴管就不一样了 它内皮细胞的间隙 是100到500个纳米 所以的话呢 有可能这个纳米碳呢 更容易通过毛细淋巴管 进入了淋巴径环系统 最终呢 就终于淋巴结 而将淋巴结呢 黑了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纳米碳的 2019年有一项潜在性的事业 结果显示 纳米碳用于子宫 那么要患者 它是安全 有效的 它的宫颈制射呢 它的减出力 显著的高于宫颈 那么最常见的 淋巴回流的通路 跟宫颈一样 是上宫颈旁的通路 上宫颈旁的通路 那么经到宫底制射的时候 可以减出 骨盆漏毒韧带的 这个通路 所以这个呢 是2019年 有一篇潜在性的研究 那么放射性的核素 它一般呢 在手术以前 24小时 打在肿瘤 周围的阻振 术前呢 应用淋巴散述显像技术 在以体表标记 前哨淋巴的位置和数目 结合时中 使用伽马技术器 太子银来检测 前哨的淋巴结 那么同样 2011年 有一项潜在性的 都中性的临床试验 它研究的方法 是用放射性的核素 和蓝色染料 联合作为一个失踪剂 那么研究的对象 是125例子宫 早期的子宫 内部而患 最后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商染料 供颈制式 前哨淋巴的减出力 前哨淋巴 次中的敏感性 为84% 阴性预测者 为97% 所以文章最后的结论是 可在低中风险 子宫内抹患者中 替代系统性的淋巴器材 可为辅助治疗 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引渡侵略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 三代金奶料 它是近红外线 近红外光照范围内 发出一个荧光的信号 那么这个呢 美国FDA已经批诊 用修管科 肝胆照应 在淋巴器显像中的应用 也是一种标准的外用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2019年 以下RCT的研究 它一共纳入了 132里早期的子宫内外患者 它分了两种 和生物物性奶料 MB来对比 那么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显示 印度金率 它的四重剂 这个前哨淋巴的减出力 跟MB相比高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五 所以它这个印度金率相对 这个卵料 生物核心卵料来说 它的减出力为更高 那么这个呢 是2018年 像随机的三期的都中型的临床 事业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结论 总体上 ICG 印度金率组 它一共485个前哨淋巴减出了 471个 达到了97% 而蓝色染料的 仅仅减出力为47% 所以这个研究的结果 它的结论是 印度金率 染料组的前哨淋巴的减出力 显著高以 生物核心染料的减出力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 不同的四重剂 它对前哨淋巴的检测论说 对它的敏感性和阴性益测论来说 它有优势 也有历史 但是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ICG 它是目前美国NCCN指南推荐的 当然它也有它的曲线 它的仪器是被要求的高 是要使用近红外荧光系统 显像价格昂贵 那么目前我们国内大多数的大医院 它也都在用引度金率 在进行一个前哨淋巴的 临床使用范围 那么第二个 制设的部位 目前主要是攻击 攻击加木下的基层和攻枪进 引导下 制设于中流并造的周围 那么它主要子宫内脉的淋巴引流 途径 主要包括三个 第一个上公斤旁的通路 第二个呢 下公斤旁的通路 第三个呢 是果盆漏斗韧带的这么一个通路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2011年的一个汇垂分析 它主要的目的是来研究 子宫内脉患者 四中期 这是部位对前哨淋巴 减出的影响 那么它是一个汇垂分析 一共纳入了26项研究 并率超过了1100例 那么我们可以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宫颈制设的 它的前哨淋巴节减出率 非常的高 而攻枪进下 子宫内脉患造周围制设的 和减出率的下降 是有相关性的 加木下制设和前哨淋巴节减出的 敏感性降低相关 所以这个汇垂分析 它读出的结论是 宫颈制设 它是一个因前哨淋巴的减出率 优移宫底和子宫内脉 并造周围这个制设 所以这个是2011年汇垂的分析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三种制设部位 它的优势和劣势 当然宫颈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副主动脉旁 前哨淋巴的减出率 相对来说 比较低 比较低 那么它呢 优势减出率 盆腔的淋巴节减出率比较高 超出减并 那么建议呢 它是供给浅跟深一起制设 又浅的又深的 那么这样一来后呢 减出率为更高 那么目前大多数的文学 都是供给制设的 NCCN也是推荐 供给部位制设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超病理分期 病理超分期检测的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对前哨淋巴节常规的H1 来自阴性以后 我们为了更精神的 为了排除更小的展移病灶 那么做了一些重新的欺骗 特定的免疫主化蓝色等等 主要是减出出更微小的展移病灶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概念 我们临床医生要知道一下 展移病灶直径大于0.2毫米 但是小一两个毫米的 这个呢 叫微展移病灶 还有一个呢 孤立的肿瘤细胞 是病灶直径 小一等于0.2毫米的 那么这两个 它的微展移和孤立的肿瘤细胞 它的临床价值是怎么样呢 等会我们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它是一个2019年一个回顾性的研究 它纳入了519例子宫另外患者的 最终呢 85例确诊为淋巴展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前哨淋巴节中 淋巴节微展移是比较常见的 这是一个节目 第二个呢 我们发现 减出出孤立肿瘤细胞的这些患者 它的抑后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孤立肿瘤细胞的患者和低微的子宫内脉患者一样 手术以后不需要进行辅助治疗 所以这篇文章发在激欧的2017年的 所以我们刚才我们对一些微展移的 对一些孤立肿瘤细胞 它做出来的临床价值 我们这一篇文章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好 第三个 前哨淋巴在子宫内脉患者 它应用的可行性及安静性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的话呢 是2017年一个悔翠分析 一共纳入了55项研究 病例接近5000个患者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它经过悔翠以后 单侧的检测率达到了81% 三侧的为50% 这个也是 所以它这个负主动脉旁的检测率 也达到了66% 那么总的来讲 它主要的这个研究结果是 第一个 前哨淋巴的检测率相对是比较高的 单侧81% 第二个呢 前哨淋巴定位检测淋巴产业的敏感性 达到了96% 还有一个呢 宫颈致射ICG卵料 可以增加前哨淋巴的整体检测率 所以这个悔翠分析的研究结论认为 前哨淋巴 汇涂 异测子宫内母癌患者的淋巴解状态 具有可行性和正确性 是子宫内母癌患者手术病理分析中的 一种替代标准 是一种替代标准 同样也是一个2017年 它是一个回顾性的对比研究 它研究的范围 时间05年到17年 一共有200例子宫内外患者 但它这次部位呢 是一个弓腔镜下面的变造周围 那么它呢 前哨淋巴加解淋巴解的系统 最后的结果我们发现 中体盆腔的前哨淋巴减持率是93.2 副主动脉旁的减持率是超过50% 中体的敏感性86.4% 阴性一致者96.4% 当然发现了三列假阴性 那么它主要都是一个放射性和属的 这个盆腔淋巴解呢 也是阴性的 都是阴性的 最后呢 孤立的副主动脉旁淋巴解 所以它的结论是 弓腔镜下面 并造周围 致视视中镜 既有和弓颈致视 一样的正确性 同时副主动脉旁的淋巴解 升高 减持率升高 印度精力提高了 伤策的减持率 一般你看 它是一个回顾性的对立研究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日本的 单中性的一些研究 最后的结论论为 田少林巴解 在基层 锦嫩 小于50% 低级倍的子宫 嫩膜患者中 具有更好的减持率 和更低的假 阴性率 所以反过来说 对相对比较高危的这一些 我们等会也会跟大家一起讨论 它临床价值的可行性 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有一些争议的 那么这个呢 是今年的一个回顾性的一个对立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它彭腔淋巴解减出率相对比较高 它的敏感性 它的阴性 它的假阴性率都是非常非常的理想 那么彭腔加副主的敏感性 也是90点 达到了90.3 阴性一辞者达到了96.6% 假阴性率是9.6% 那么印度金绿的跟软料相比 也没有明显的一个差异 所以它这篇文章的结论是 前上淋巴解 汇土技术 异测子宫内外患者的淋巴解状态 就良好的证据性 良好的证据性 那么手术以后的兵发症 到底是怎么样呢 文件不多 我查了一些以后 2019年 有一项违固性的 250例的违固性研究 可以发现 前上淋巴汇土较系统性的淋巴切除 时钟风险 以及手术以后 三四天内 并发症 及下肢水肿的风险 是降低的 但是手术的时间 大概延长了20分钟 所以它的结论是 前上淋巴不会增加 接受手术治疗 只供另外患者的 等级死亡率 而且并发症会更低 仅仅手术的时间 有一些延长 所以认为前上淋巴是安全的 那么这个是美国 它是一个研究 对有关经济效益的 进行一个分析 它比较了前上淋巴 系统性的切除 显摘性的淋巴体切除 结果这三组在美国 系统性的前上淋巴 这个经济效益 是一个最好 所以他认为前上淋巴 具有最佳的成本 效益价值 所以在美国的话 他认为还是有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2065年 在GEO的 他这个有一个 比如我觉得对我们 临床医生 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假如是三次的前上淋巴 都是阴性的 那么他其他非前上淋巴的展移 危险仅仅只有百分之零点六 所以呢 不必要显示一个前上淋巴 阴性的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淋巴 切除 那么假如前上淋巴是阳性的 那么后面呢 展移的可能性 风险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 那么再根据展移并造的大小 大于两个毫米的 小一等于两个毫米的 假如小一等于两个毫米的 他的风险也只有百分之五 所以呢 他也不再进行建议型系统性的淋巴切除 而大于两个毫米的 那么他的风险达到了三分之 快到三分之二了 百分之六十五点八 所以的话呢 他建议系统的淋巴切除 或者做一些辅助性的治疗 所以这个呢 对我们临床还是有一些指导意义的一个 流程图 那么还有也有文章总结了 前哨淋巴定位操作失败的相关因素 那么这个文章发现 它是一个违固性的探索 前哨淋巴定位失败的相关因素 一共纳入的病例也超过了三百例 最后研究的结论发现 粘连松懈术 这淋巴基总大是前哨淋巴 定位操作失败的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 那么刚才我把一些文献有关 它的安全性 它的可行性 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对于一些前卫机构 颁布的指南里面 有关前哨淋巴的定位 它是前哨淋巴的临床价值 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NCCN的话呢 它总的来讲 对一个早期低微的子宫内脉 不需要进行淋巴结的切除的 那么对于早期高微的 它呢建议呢 是否需要洗淋巴切除 它在这里面有争议的 在这个呢 NCCN小组建议呢 它是系统的淋巴切除 系统的淋巴切除 系统切除副主动脑膀 淋巴结达到肾泻管的水平 当然它只能推荐 对病变局限子宫的子宫内脉 可以考虑前哨淋巴结的火解 以替代系统的淋巴结切除 政治等级是2A 那么至于Figgo Cancel Report 2018年的建议 它还是借高微型的子宫内脉患者 系统性的淋巴结切除 加副主动脑膀 淋巴结的起样 讲完你要做的 要注意这些事项 当然有经验的 恭敬自射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要切除属于可疑的淋巴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呢 还是有一些建议的 那么一世毛 这个呢是15年建议的 它总的来讲 前哨淋巴结切除说 还是4A型 但已有大量的研究政策 它是可行的 前哨淋巴结切除 增加了淋巴结 微斩以后 孤立肿瘤细胞的减出力 但是这些现象的 临床意义很不明确 这个呢是三个强卫机构的 那么我们也看一看 在美国临床应用的一些现状 主要通过网络调查了 1246位美国的临床代谱 但其中只有300多个 完成了再现的调研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 它一共有82.7%的临床医生 在时中行前哨淋巴的定位 主要选择在低微的子宫内脉患者 主要是高微型的相对比较少 相对比较少 这些的部位是公警的 一般那些两个 当然也有一生选择四个 所以这个呢 在美国使用的一些情况 好 那么有一些 味道的问题和争议 第一 主要是高微的 好不好用 它的安全性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看几篇文献 这个呢是17年的 有一篇文献 它主要的是一个高微子宫内脉 研究对象 低分化 僵硬性 透明细胞 而入流 123例 最后它也得结论了 高微子宫内脉患者 可以性前哨淋巴 活解 假如没有检测的 加系统性的淋巴 切除 这个是安全的 这个呢是安全的 那么当然 2019年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最大型的 这个高微的 有关 解绍淋巴 正确性的 潜在性的 临床 试验 一共纳入了 1到27的高微的 257例 而这个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高微的子宫内脉患者中 在有经验的外科医生 在医疗条件情况下面 前哨淋巴 它是引渡金律 可以替代 淋巴解的切除 用于检测 盆腔的 淋巴解 似乎展翼 来进行一个 所述的分析 这个呢 研究是在法国 完成的 那么 2018年 有一篇文献 它是一个 这个呢 它 最后的结论 它认为是 否论态度的 否论态度的 前哨淋巴解对病例高级别 基层侵犯超过50%的 前哨淋巴解的减存率 低 加阴性率更高 所以它 基本上是 不能替代 LND系统 淋巴解除 那么这个呢 也是2019年 一项潜在性的 高微的 一共130亿例 公警制式 是引渡金律的 最后呢 它的结论 也是一样 早期高微的 那低微的是可以的 早期高微 从内幕 前哨淋巴解 绘图 它的敏感性低 假阴性率高 不能正确 议测 淋巴的展翼 所以这个呢 是文献 目前还是有争议的 那么早期高微的 做了这个 跟系统性淋巴解除 它长期 以后的安静性 对以后有没有影响呢 好 这个最近呢 有一个文献 发现 前哨淋巴解 叫系统性的淋巴解 切除 它的相比 它的总生成期 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无流生成 性呢 是有降低的 2020 它是一个 潜在性的 一个对立研究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 违固性 主要对江陆 那么发现了 前哨淋巴 和系统的淋巴切除 就相似的 总体 深层 所以他认为 这个可以替代 系统性的 用于江陆来的 数数 并非分歧 这个呢 是一个回顾性 好 所以呢 我们进行一个 小接下 它已经有 较多的研究 证明 在低微的里面 它是可行 安全的 在高微里面 还有待进步的 一些研究 那么第二个呢 是否能够通过 始终冰冻 指导 数数 方式的 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冰冻呢 我想 每家医院 都不一样 这个呢 也是 大概我们 很大的一些挑战 但是呢 还有一个呢 始终冰冻 它是否延长了 手术的时间 增加了手术的出血量 和感染的可能 等等 第三个呢 特意到的一些 潜在的问题 手术时间的延长 始终期的 共鸣 降格 很昂贵 等等等等 那么 总体生成 无尽载生成的 获益 是否更大 等等 还有一个呢 定位 能否识别 附组动脉旁的 淋巴结 展翼 哪一种 四种气更好 知识部位 到底怎么样 还有一个 孤立的肿瘤细胞 和微展翼 是否需要 辅助治疗 等等 等等 那么这一期呢 也是我们以后 要关注的 有一些问题 好 最后呢 三十分钟的时间 到了 我们非常感谢 最后也感谢 陈忠平教授 也感谢 线下的 线上的一些 同道们 假如有 哪里不对的 请多多包涵 也欢迎 指出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 李教授 非常精彩和详细的 这个讲解 其实我们近几年 看这个肿瘤的 各种指南 我们会发现 对于手术 切除的范围 是越来越具象于保守 其实就是在 保证患者这个安全 和育后的 这个情况下呢 尽可能带来 更少的这种 损伤和并发症 那么其实在 盆向淋巴结 清扫这方面 那么SLN的这个 应用技术的应用 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更新的选择 那么感谢李教授 在这项技术的 应用的安全性 然后育后的评估 以及一些手术方法 和流程上 带来的一个 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 非常感谢您